亦都不知过了多久, 我快晚刻刻地做了很多乱出八糟的梦。 朦朧中,我望见我和二哥他们 走向一条场上的涌道里, 突然我们就看见那个青铜古诗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过在天花板上。 迷迷糊糊地,我还望见那个青铜古诗腰间 挂着个圆滤滤的东西。 我仔细一看, 发现那个东西竟然是绿枝的头。 接着那个青铜古诗, 就张牙舞咒地向着我扑了过来。 我提起一声,醒了。 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 发现我眼前有一片七黑。 二爷,小四爷醒了。 黑暗中,我感觉到我左边有个人 慢地动了一下。 我竖起耳朵一听, 发现是毛子章。 我眼睛正是努力地射着黑暗。 接着我又听见我二哥忽近忽远地说, ,"四爷,你算是犯醒了。 你知不知道你的死仔打呼噜的声音有多难听?" 二哥说完, 他又听见毛子章在那里黑暗地笑了两声。 听见我二哥和毛子章的声音, 我身在那里顿时松一口气。 我眼前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爬黑是人类的本能, 尤其像我那样想起来十分丰富的人。 但是当我知道我二哥和毛子章 都还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沿着一只火心, 插时间就放下来。 我顺着声勉强判断毛子章在我左边, 而我二哥就在他的左边。 于是, 我摸摸的头, 坐了起床, 没理会他们开玩笑, 说:"二哥, 我睡了多久啊?" 估计都有三四个小时, 我努力注意着声音的动响。 我二哥好像是移动到我的右边, 然后拍一拍我的肩膀, 回答说:"老广还有扁桃呢?" 对了, 还有六指呢? 他有没有跟上来啊? 我向着四周张望着一下。 我的眼睛慢慢闪了, 射去黑暗, 但是眼前仍然是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 那个暗道到中间出现了两条岔路, 你那个小兄弟和扁桃下去得早, 顺着右边的岔道画了下去。 我带着你画下去的时候, 刚好看见大川坑那两条岔道之间。 之后, 借着冲力, 我们就顺着左边的岔道画在这里。 我二哥停了一停, 说:"六指如果跟得上来的话, 看来也是顺着右边的岔道画在另外一边。 我刚刚说完, 毛主张估计是知道我担心老公他们的安危。 于是, 我一个叫扁桃的兄弟, 跟着我亦捕了个不少头。 你那个小兄弟, 跟着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小四, 你就放一百个心。 至于六指, 就更加不用担心。 他的命, 比我还要硬。 我摸摸自己的颗, 我的脑现在还十分迷糊。 听我二哥, 还有毛主张两个人七嘴八嘶地说, 我才慢慢的感觉清晰了很多。 原来老广和扁桃, 上着暗道里面的岔路口, 画在另外一边。 我, 毛主张, 和我二哥, 他画在这边。 我摸摸我下来的最后一刻。 我乙光摸着我的头, 让我先下来。 看来当时, 在那个墓室里面的时候, 将我打匀的, 肯定我二哥没错。 接着, 我又摸起了六指。 六指, 为了让我们成功逃出来。 自己一个人在那里, 压下那个石棺里面的古丝。 假如六指成功逃出来, 那么肯定你都会跳进石棺后面的那条暗道里面。 如果六指和我们画入的是同一条空道的话, 可能现在肯定也会向这里。 但是六指现在不在那里, 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 六指给那个青铜故事搞定。 第二, 六指成功摆脱那个青铜故事, 然后画入了那条暗道。 用中间的分叉口, 无意画入了老广和扁头的那一边。 我觉得自己分得十分有道理, 但是这个也只是我的彭空猜测。 到底六指是福是和, 这一边都说不准。 我这样想着想着, 心里面就开始担心起来。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 这里是什么地方? 说着, 我还摸着黑, 站起来。 随着想到, 在我醒来的那一刻, 我眼前一直是一片黑暗。 我手里面, 立即升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紧张地问, 这里这么黑, 你为什么不开灯? 烏灯黑火, 多可怕。 我感觉我身边的帽子张也站起来, 他用手扶着我的肩膀, 大笑啊。 小四爷, 不是我们不开灯啊, 是这里开了灯才得人害怕, 我看就是不要开的好。 哈, 这两条懒弹, 在黑暗的那边, 竟然就这么私人淡定。 原本我以为我眼睛出现了问题, 听帽子张这样一说, 我想在那边, 即时冲到家。 心想, 你不开灯, 这里什么都看不到, 不想你一直在这里等死啊? 于是我就抬高桑门, 说, 你不开灯, 我们怎么走啊? 快点开灯, 让我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开灯也可以,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我宜哥突然抱着我的肩膀, 把嘴图在我的耳边, 小声我说, 四二, 叫他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我生日哪个怕? 你叫什么玩? 你烏灯黑火, 什么都看不到。 开灯而已, 还需要什么心理准备? 我刚想发问, 接着我的感觉眼睛突然一亮。 刚才我的视觉, 一直处于一片黑暗的状态之下。 强光突然撕入, 让我的眼睛极其不适应, 眼泪不自觉地流出来了。 我深呼喊一口气, 接着慢慢地睁开眼睛。 模糊糊的我, 逐转看到眼睛一片红色。 让我的眼睛慢慢地显现了亮光。 我看一看四周之后, 接着我就不肯地倒吸一口凉气。 我看见我们在一间正方形的墓室里。 这个墓室很大, 三十几个平方米的面积。 除了我们脚下的地板和天花板是石头造的之外。 这间墓室四周的墙壁, 都是血红血红的。 而且, 这个还不是最诡异的。 最诡异的是, 我看见这四面, 血红色的墙壁里面, 若隐若然那样, 三杂穿, 无数高度腐难的尸体。 那些尸体, 身上全部都穿着黑色的青铜盔甲。 身体更加似在那血红色的墙壁上面。 我仔细地一看, 竟然发觉那些尸体, 还在那慢慢地移动。 心想, 这个墙壁里面血红色的东西, 莫非, 真是血灵的血液? 我还来不及思考, 紧接着, 还体现那些, 每每双铃的两具腐尸的四周, 又若隐若然地, 出现了好几张高度腐难的人面。 还有无数的手和脚。 我看到, 箱里边也是一镜。 看了这些血红色的墙壁, 还在相当厚。 再看这些腐尸的表情, 一个个都非常扭曲, 怪异。 好像死前的那一刻, 经历了非常大的痛苦一样。 我从这个血红色的房间里面, 转了一个圈。 发现四面, 血红色的墙壁里面, 都有无数的腐尸。 数量之大, 机会失望了整面墙壁。 这些腐尸, 这阵子全部都面目僧灵地, 将眼睛看着我。 我被这些无数伤, 幽软的眼睛注数字。 即时感觉头皮一阵犯麻。 当下, 我就急着开始法院, 心想这个毛子章果然没骗我, 还真是不开灯, 比开灯好。 我二哥站在我右边, 闭着眼, 正低着头, 眉头紧受, 不知道你在想着什么。 而毛子章站在我左边, 正提着一阵抗灯, 闯着我笑。 怎么样啊? 小小爷, 我没骗你了吧? 是不是不开灯要好一点呢? 毛子章刚刚说完, 我二哥就睁开眼, 狠狠地拯着一下毛子章。 大骂啊, 终于灯跟我关了。 我面色纱白, 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只知道不停地啰嗦着嘴, 感觉大骂一片凶白。 正对眼前的一切不知所措, 突然我的眼前又陷入了一片漆黑。 毛子章关了一灯狂灯。 我只觉得眼前上边的黑暗, 我都盯着我看的无数富士的眼神, 突然消失。 被我去到喉咙症的心脏, 即是凭症了不少。 接着我深呼吸的游戏, 努力地平衡了自己的心情。 老老说说这么开口, 这,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这里怎么有这么多尸体呢? 这里谁知道吗? 我们下来之后, 我和二爷也先打开抗灯, 想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谁知道这场里面, 什么什么麻麻的, 全部都是那些, 被人恶心的富士, 只看到人家头被发麻。 当时我们两个也被吓了一跳啊。 黑暗中, 我看见左边亮起了一个火红色的声点, 冒着将点一根烟, 门门港帝给我, 接着说, 这个算是最惊奇的。 最惊奇的是, 是我和二爷打着抗灯, 在这个屋里转了两圈, 摸着他们的血红色的墙壁, 竟然发现全部都是软的。 我南门问道:"软的? 什么软的?" 听我这样一问, 黑暗中, 毛主张一把拉着我的手, 带着我往前面走去。 我无刻往前走到差不多四五步, 接着毛主张, 还握着我的左手, 向前探去。 但接着, 我的左手, 还摸了一条软绵绵的, 好像果冻一样的东西。 我往里面推着推, 那东西, 竟然还顺着我的手径, 往里面凹着进去。 我慢慢地顺着摸索一会儿, 竟然发觉, 这个好像果冻一样的东西, 面积相当的大, 室里面觉得挺好玩。 不明所以这样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 摸下去挺舒服的。 毛主张向黑暗中, 哈哈笑了两声。 嘩, 嘿嘿, 四爷, 这前面, 其实是一层立法的墙壁。 后面, 就是那些血水, 还有无数的腐尸尸体。 我一听, 先是呆了一呆, 然后在山里面, 马上就想起, 那血汗血汗的墙壁, 里面塞满了无数腐烂, 残缺不存的尸体。 这时, 我摸着这条果冻, 竟然就是那四面墙壁的其中一面。 那就是说, 我现在跟那些腐尸之间的距离, 竟然这么近, 近一场之隔? 不知道我现在摸着这个位置, 会不会有一句腐尸, 才让一箱怨毒的眼睛, 盯着我看? 当下, 我又感觉全身的寒门一树, 接着连望把手抄了回来。 我在手里暗闹了一句, 然后把手, 洗劲在衣服上, 来围地撑住, 接着脚就不由住住地抖了起来, 惊风失措地往后退。 退着,退着, 我就跟在背后一只手摸上了我的背。 我手里面一惊, 啊,我一声大叫一声。 嚇得我手里面的烟, 都脱了手, 跌落地下。 突然我眼前又一亮, 我看见我二哥, 那一只柴油打火机, 担心地看着我说, 是我? 你死了乱叫什么? 把我都吓得半死。 我一看, 人家提示摸我背的是我二哥, 身上边被人都暗闹, 你这个做哥哥的真是不地道, 我何时吓你, 你才把我吓得半死? 我二哥, 举着打火机, 将毛主张叫了过来。 然后, 我们走到这个房间的正中央。 毛主张从自己的包里边, 拿出半截热热, 用打火机, 点着后着固定在地上。 这半截热热的照射度相当有限, 所以也召不到周围, 那血红色的墙壁。 当下我们宽了欢心, 然后我们围着立足坐下来。 对坐下来, 我就急不可耐顶问, 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 你们不是都是老手吗? 纠结了这里是谁的豆味? 小四爷, 说来也都惭愧, 我大村虽然说赌斗数十载, 但是这一次, 他是头一次不知道这个岛的 究竟是谁的豆。 毛主张就绝了半截热热, 点着一根烟, 值了两口, 继续说, 刚才你睡觉的时候, 我和二爷就研究了半天, 这间墓室很邪门, 除了我们图上的天花板, 还有地板, 其余的四周你都看到了, 都是那些血着, 看着别人害怕。 我拿起这阵时, 在我四面发光, 都有无数双腐尸的眼睛, 盯着我看, 即时我就感觉周身不舒服, 盲撇撇嘴说, 我刚才摸到那边立场, 里面那红色的东西, 难道真是人血? 这个谁知道, 我又没喝过, 或者可能是什么猪血, 牛血都说不定。 我那天都点上了一匹烟, 一面轻松地说, 你看那些屎仔身上, 穿的全都是青铜盔甲, 虽然不知道我们倒的是哪个狗, 但是可以交出这么大的动静, 看来这个毛主人, 你都肯定不简单。 毛子张伸出手, 指一指上面, 开口说,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落到这个斗里, 看见他那些东西? 这上面, 蓋了这么多个监测, 搞得整个宾馆那样, 现在下面, 又剩出了一个, 这样的水族馆, 虽然不知道这个毛主人到底是谁, 但是我肯定, 这个人的脑袋一定不正常。 我如果一听, 就落了, 你看我们四周的墙里边, 这边, 小光也有百多具尸体, 鬼知道这个毛主人生前, 是想些什么? 你不要还说, 搞不定, 还真是做了个人体水族馆, 有空没什么做, 看得两眼。 毛雨章和二哥, 一齐恰恰大笑起来, 我看着他们两个都一面轻松, 当下就生气了, 喽到, 这个都什么时候啊? 你还有心情说笑呢? 我二哥和毛主张, 两个人你一句, 我一句说得不亦乐乎, 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听到他手里边, 越来越难受。 怎样说,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赌斗。 一路爬身涮水的, 受了这么多苦, 一见宝贝还没画到, 就算遇到那石棺里边的青铜古丝。 接着我们从那暗度里边一路滑下来, 也不知道在地下多深的地方。 而现在, 又被那些无微无塞里边, 无碎的腐丝被包围起来。 我心想, 买一些数百个月的腐丝, 起得好似上面那个石棺里边的主一样, 起了丝。 那, 那真是狗死一生了。 说着, 我又透过蜡烛的余光, 简单地数了在下四周。 发现那血团里边的腐丝, 虽然在那万蚊般飘动, 但看来真是已经死了。 于是, 松了口气。 深等, 我入了这么一回斗, 等我出去之后, 打死我都不再落斗了。 我从山里边硬硬做了决定, 接着说, 这个墓室四周都是那些血场, 你们有没有找到出口啊? 你问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我二哥钉着我看看, 然后慢慢地, 在山里边拿出一支狼牙手电, 对着我身后照了过去。 刚才墓主张突然打开探灯, 我只觉得眼前一边血色, 无数腐丝引入眼簾, 根本就没有甚至小小观察这个墓室。 这一次, 我上映我二哥的手电光, 发现我身后那面血场里边的, 一具腐丝周围的血液浓度, 看上去要比其他地方薄了很多。 我主石定眼一看, 发现那具腐丝的两脚之间, 隐隐约的可以看到一流流清黑色的东西。 我走过去, 尽量不去注意, 撤走腐丝门热烈的视线, 贴着墙壁蹲下, 然后手扶着那软绵绵的血场, 眼睛努力地透着那些慢慢流动的血水。 接着又逐渐看清楚, 那条青黑色的东西, 竟然又是一线, 世后的青图门。 我心想, 这个门竟然隐藏在这片血水里边, 做得再真隐蔽。 如果不仔细地观察的话, 还真是发现不了。 我心里边, 正刚盘算着在这里出去的方法。 突然, 不知道在哪里露出一句腐丝, 一下子猛地闯到我眼前。 我呆了一下, 就看见那句腐丝, 大张着嘴巴, 用两只血红色的眼睛, 紧紧地钉着我。 然后一只手, 瞬间就从那边血场的边, 破墙如出, 紧紧地钉着我一条颗。 我只知道, 刚才我还在看那血场里边的青铜门。 我和那只青铜门之间, 随着一股股流动着的血液,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但是突然, 我的视线里边, 不知道在哪里捐出来一只恶心的腐丝。 都在我和那只青铜门之间。 紧紧地, 我来不及惊讶, 就被这具腐丝伸出的尸手, 掀着了我的颗。 那血场被腐丝的尸手穿透, 入面的血液, 噴出来浸了我一身。 这突然其来的变故, 被我的大脑瞬间空白。 我想叫也叫不出声。 就感觉那个腐丝, 点着我的颗子的力度越来越大。 被我吐不出气, 我感觉我的脑又开始有些迷糊了。 想挣扎, 但是一点力都使不出。 接着他的腐丝, 点着我的颗子的手, 一收力度。 看样子是想将我扯进那片血床里边。 就在我无助地看着我的面, 来到血床越来越近的时候, 突然我耳边, 响起了一声声响响。 我感觉到一股极快的风, 顺着我的耳边拆了过去。 我迷迷糊糊地, 听到血床里边的腐丝, 露到的正中央, 出现了一个小小小的咕咕眼。 接着我的颗子上的力度, 突然小了很多。 然后我猛地顺势往后倒去, 一把从腐丝的丝手里边, 爭脱了出来。 我的颗子突然从目的自由, 接着我的手掩着颗子, 开始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我惊魂未定地抬头一看, 看见刚才顶着我的颗子的那只丝手, 无力地垂落在地上。 再看那个腐丝已经完全不动, 正缓缓地, 在我的血床里边飘来飘去。 我即时送了口气, 接着我转头, 就看见我二哥站在我身后, 手里边拿着那把造症的手枪, 正紧张地看着我。 死儿, 你有沒有事啊? 我二哥举着枪, 一面睁眼, 钉着那肠里边的腐尸, 一边快步扔到我身边。 他先仔细看一看那血床里边的腐尸, 确定那叫腐尸完全不动之后, 接着又对我一会儿摸索, 快点让我看看, 身上的零件还存不存?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本来我的脑最有点发懵, 但一听我二哥这样说, 我即时有一点哭笑不得, 心想我差点就没命,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玩笑。 这样想着我就伸出手, 指着自己的头, 无好气地说, 这个最大的零件, 刚才差点就被碾碾了。 我二哥倒置嘴唇, 眼耳边满去关围, 只会完全没听出, 我仍然而中的开玩笑。 一把鼻涕一颗眼泪地说, 你如果真有什么事的, 回去, 我们老爸, 还不摸我层皮吗? 我经文未定, 也没有再理会我二哥。 而是站起身, 违人这个舞室转了一圈, 藉着我二哥的手电筒, 细细地观察, 这血腸里面的每一句腐尸。 我也不理, 已在我四周, 有多少箱, 没有纵恐的眼睛, 细细地盯着我看。 这一次, 我检查得十分仔细, 拿着手电, 将上去刺向墙壁上的腐尸, 逐个看一次, 肯确定它也不会动之后。 我掏了喉咙定个心, 才放得下来。 说老实, 我提一次来赌斗, 我就纳门了, 这人下来之后, 都可以摸到名气, 就算不是名气, 好带, 都可以摸到几个值钱的东西。 怎样一来, 命就这么不好呢? 我正独自生的闷气, 毛子章说:" 耶耶, 好处小四爷没事。 我看这个武术很邪门。 你一句句腐尸, 看到人实在心惊欲跳, 我们再快点想办法出去。 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说, 总之, 留给我的全部都是不好的印象。 刚才今天就浅哥一发, 差一点, 我条命就冻过水,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回事。 这个好端端的尸体, 突然就开始活动, 真是邪啊。 当毛子章这个坏一说出来, 我和二哥都点头表示赞同。 我二哥冲着我摆一摆手, 使我向后面退些, 然后他和毛子章, 向包里边翻出两把, 手指斑银的口鼓探铲。 接着就往那个腐尸墙, 撮了上去。 我百无聊例地, 躲在他们身后, 独自食指烟。 差不多过了一刻钟的时间, 我看见那个腐尸墙, 靠近地面的下方, 被逐出来一排排, 拳头大尸的咕咕眼。 本来那面腐尸墙外面, 就是一层, 固体的垃, 凝固之后的产物。 所以我二哥和毛子章, 这几层下去之后, 一下子就能够削出不少。 再加上, 也不知道那些毛主人是怎么想的。 用下下的一层垃墙, 把后面的腐尸, 全部封住在, 不知道是什么血的液体里面。 我看见那个红色的液体, 随着我二哥他们, 作出来的那几个小咕咕, 缓缓地流了出来。 这一刻, 我在想, 这个毛主人用纳力做墙, 这样的设计, 会不会就是希望这些腐尸 活过来之后, 可以轻松地出来呢? 我幻视一下弄个墓室, 看着墙里面, 拾换了所不清的腐尸。 这时, 全部都用没有眼珠的眼睛, 死小金贴着墙壁, 钉着我看。 瞬间, 我又打了一个冷箭, 不敢再想下去了。 又过了一阵, 等那面腐尸腸的血液 流干净之后, 我越过去和毛子章, 就小心翼翼地 在内边拖出来两具腐尸。 我走过去一看, 发现其中一句, 就是刚才死命捏着我脖颗的那个。 我钉着那两具腐尸看一看, 或许是, 由于长时间浸在月夜里, 这两具腐尸的皮肤, 都已经严重发幅, 潰烂。 全身的皮, 有些已经逐渐地现成了红色。 面上, 凹凹凸凸, 连一块好肉都没有。 随时, 我又觉得一阵恶心。 我感觉我最看, 就要把隔夜饭都吐出来, 索性挺过头去。 我深呼吸了两下, 突然身内, 升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发现, 我面对这两具尸体, 除了恶心之外, 再都不知刚刚开始那样那么害怕。 我想, 我这一路下来, 也见识了很多, 我以前没有见识过的东西。 或者, 可能有了抗体。 这些人, 讲起来也是奇怪的动物。 同样的东西, 当你看得多了, 也都不会那么害怕。 我顶一顶神, 向着那面血腸看去。 那一面血腸, 好像是, 主名为了做出口而单独折计的。 因为唯独这一面肠, 是呈腸条形的。 刚好, 和死了的其他血腸的含截柱分开封上。 这样, 就算将那一块完全挖透, 也不至于破坏两边的墙壁。 我正看到入神, 我乙概和慕自将, 如果将那面血腸, 画开了一个大洞。 接着两个人, 一闪伤就从那个洞里, 捐进去。 手里拿着叫棍, 太阳是想要去叫那正清童末。 那一块血腸在外面, 除了一层薄薄的垃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阵时, 在外面看去, 突然起得十分窄眼。 因为里面的血液都已经流干净, 现在看起身, 简直就像透明一样。 我猫的腰, 小身的东西也都捐进去。 进去之后, 我就感觉那面墙里面的空间, 十分有限。 由于前面已经塞了两个人, 所以我只能抓住身, 勉强地蹲住。 我一抬头, 就看见左边的墙里面, 还有一个戴着头盔的脑袋, 缓缓地飘了下来。 这阵时, 他就听见我二哥先是耳的一声。 朱朱就说, 这个门不对, 为什么没锁呢? 二爷, 你看, 你这个说了什么话, 这门没锁, 不就更加好? 你,你让开, 等我来, 我就想要劫不开它。 毛主张说着, 就要把轿轿往那个门垃里插。 不对, 你不要打插, 我二哥一把握着毛主张手里的轿轿, 很紧张地说,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下来的时候, 看到那些青铜门? 我和毛主张点了点头, 然后都一面忘言地看着我二哥, 不知道他听完说这个是什么容易。 这二十个青铜门, 虽然有大有小, 但是我怎么记得每一个上面, 都是一个锁眼才对的? 但是你们看这个门? 我从刚刚开始, 就一直觉得奇怪, 这个门竟然没有锁? 我二哥停一停, 接着就说, 我在想, 这个门会不会是在外面被锁上了? 我听他一头没水, 急说, 二哥, 一个烂门, 你是不是会啰嗦成这样啊? 你管他锁在里面, 还是锁在外面? 以外看, 就要一锤打开就行了。 我二哥钉着我和毛主张看一看, 一字一句地说, 四二,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意思是说, 这个门, 会不会不是出口, 而是入口? 我听他手里变一阵糊涂, 虽然我不知道, 我现在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门竟的朝向, 但是毕竟兄弟连心, 我知道我二哥这么说, 就是必然有他的道理, 于是我也不说话, 就定着我二哥看, 等他的下文。 那毛主张, 只要还没找到问题的关键点, 傻子刚刚的脱口问, 入口, 出口, 那不是都一样? 以我看, 就这小说话讲一做, 一锤子拼下去, 就行了, 幸好我准备得齐全, 我硬带着锤子。 废话,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能够不明白? 我以该顺手, 就拍了毛主张一下, 接着你大马, 都好像你那样, 同到简单想问题, 一个屁用, 这个门, 对于我们来说, 确实是出口, 但是要是对这个毛主人来说, 这个, 或者可能就是入口。 那毛主张, 估过也都听到腹肚了, 急话, 二爷, 你有事就直说, 不要搞得好像打咬牌一样, 我老张蠢, 转不过弯, 从我们下来之后, 我就一直觉得, 这个毛不简单。 你们仔细想想, 哪个会在自己的墓上边, 搞得好像奔关的终点房一样, 你们看的墙壁里面的腹肆, 一个个都穿着青铜盔甲, 一看, 就是展国时期的将士, 原本我以为, 这些数不升的腹肆, 就是在打仗的时候, 战牌了, 地方在墙里面被撞用的。 但是, 在我看到这个门之后, 我就知道, 我可能砌错了, 整件事, 可不可以远远没那么简单。 我如果在这里停止一下, 盯着那线青铜盔甲,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跳下来的那个暗道,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这墙里面的腹肆, 看来就是从那个暗道里面被扔下来的。 我看你之后, 当时访言第五, 脱口说,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慕户主人, 才是将这些人, 仰在上面, 最后就将他们扔下来, 然后, 再将他们全部放在这个血腸里面。 我如果对我点一点头, 继续说, 刚开始, 我其实并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发现这个门, 是向外开的, 我就大胆猜測一下, 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的话, 你一切, 确实是解释得通。 我又仔细想一想, 从我们落到这个暴虐边之后, 这一路上, 碰见过的各种建筑構造, 就觉得我二哥, 应该估得八九不离十。 但是仔细想一想之后, 又觉得, 好像哪里不是很对, 我瞄了瞄, 坐在血腸里面那个, 已经沉不到底的青铜脑袋。 疑法公问道, 那那个毛主人, 为什么要将这些人放在血腸里面呢? 古人的脑袋里面, 就是你稀奇估计的想法。 那战国的时候, 奇人口述太多, 我怎么知道啊? 我们都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 尽量蹲下身子, 已经十分难受。 我二哥一停着背, 手足活动了两下, 加重二气话。 不过,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恐怕, 这个肯定仰尸。 你以为你会很差? 我看到你的肯定仰尸是一个肯定仰尸,